李小龙作为香港校级拳击赛中的冠军得主 尽管赛事层级有限 却无疑是他擂台生涯的正式起点 见证了其实战能力的初步展现 身为职业武术界的璀璨明星 李小龙不仅自身记忆超群 更以卓越的教学 才能培育了多位国际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如美国空手道界的领军人物乔刘易斯 被誉为美国踢拳之父 其成就与李小龙的悉心指导密不可分 此外 同时代的多位美国空手道冠军 如查克诺里斯 吉姆凯利等 也曾在李小龙的指导下精进武技 反观马宝国 其教学影响力与李小龙相比 显得相形见处 不禁让人质疑 究竟是怎样的魅力或实力 能让专业选手甘愿失从其后 谈及李小龙的实战能力 不得不提陈慧敏的评价 作为东南亚搏击冠军 陈慧敏与李小龙有过直接交流 他公开赞誉李小龙的武功高强 直言若二人对决 胜负难测 足见其对李小龙实力的认可与敬畏 吉姆凯利的访谈 则揭示了李小龙私下比武的传奇一面 他透露 李小龙多次在私下较量中 战胜美国众多顶尖武术家 但出于尊重与保护对手名誉的考虑 李小龙选择保持沉默 为公开败者姓名 至于UFC总裁白大拿 及众多美国职业格斗选手 冠军对李小龙冠以MMA之父的崇高称号 更是对其武术理念与格斗技术 全球影响力的高度认可 这一地位在武术界的分量 无异于物理学界中牛顿的变积性贡献 彰显了李小龙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 李小龙在武术史上的卓越贡献与不朽地位 已是有目共睹 无可撼动 相比之下 马保国的成就与影响力却显微不足道